許多民眾一早都搭乘公車趕著上班上課 不過有學生卻無車可搭 新竹市有家長投訴 新竹課運在10月30號 突然公布要減少公車班次 寫在公布後的3天就要實施 讓許多需要通勤的家長和孩子們措手不及 有些爸爸媽媽上班都不方便 小孩子要自己上學的話 這樣會造成大的困擾 新竹現在到新竹市 其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公車 所以減班的話可能比較大的影響 就是出門會稍微比較不便利 以20號公車為例 從火車站到普天宮 是高峰高翠地區 還從上課必達成的路線 現在從原本的一天五班 縮減到平日和假日只剩一班 而且還是傍晚5點40分才發車 交通處回應 因為駕駛員需緊急開刀 才會做出調整 恢復良好之後 即會恢復班次 同時也則請新竹課運 加強招募司機的一個能力 來維持市區公車的正常營運 家長抱怨實在太誇張 批評新竹市長高鴻安 只顧官埔地區學生和家長的感受 可以一年花六百多萬元 開設通學專車 讓55名學生受惠 卻對其他學區內 學生沒公車可搭的情形 失落無睹 交通的問題應該是要認真去思考 而不是用這麼大的金額去福利到少數人 先前就有議員反映公車問題 但市府不為所動 遭到批評 新竹課運得檢討 但市府將就學權益 沒有整體規劃和作為 也引發民怨 相立新聞 張浩義區到雲 新竹採訪報導